今天特别邀请的这个明先生安装的矿机 这个明先生可能经过他同意 允许就展示这个矿机给伙伴们看 也是发福利给伙伴们 然后明先生呢 他是刚装的这个矿机 一共有八张卡 现在明先生也同意分享给大家 他的收入情况 明先生他收入情况是多少 是27磅 每天27磅 明先生的收入每天将会是27磅 27磅钱 明先生的钱包 明先生已经挖了一天 钱包已经有26磅 26磅 然后明先生现在的余额是26磅 这是他的钱包 比特币的钱包 他的挖矿 27磅 每天啊 OK 今天陈先生又录了这个工艺视频给你们看 关于矿机 因为最近有很多伙伴要询问矿机的事情 今天这个又有一个客人 这个明先生过来的 看一下他专了三个卡的矿机 这个三个卡的矿机都是3070的矿卡的 然后今天他组装完成了 然后现在要测一下 一切都正常了 现在啊 这这次这个主板是一共可以插五个卡的 当然通过扩充可以插更多卡 那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收入了 收入的话我们要看 看一下明先生因为已经连到他的手机了 app就能查看他的收入了哈 然后等一下啊 你手机app打开收入是多少 ok 一天的收入是22磅看到没有 每天收入是22磅 55p 每天啊 他一共一共的收入 每天的收入哈 然后这个矿卡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一张卡是华硕的品牌 然后这个是MSI 这个是机甲 所以买矿卡 一般买三大品牌 一个是华硕的品牌 这一个 然后一个是MSI 然后另一个是机甲 买卡尽量买三大品牌 因为三大品牌的卡 做工比较好 质量稳定 他一般的寿命是五年 但他三年保修 在这些大厂都是很正常的 就是三年之内 如果你挖坏了 你就继续保修 然后组装了 今天就用了这两个 750瓦的电源 750瓦的电源 然后最近比特币波动比较严重 所以现在的收入是26磅 26磅 26磅 每天的收入 然后我们让明先生给大家算一下 他一年会收多少钱 26千 26乘以365天 365天 就等于9490磅 每年的收入 明先生的收入 每年是9490磅 然后他每天的收入 在他的手机APP显示的是 看清楚一点 26千 26磅 26磅 62磅 这是每天的收入 每年的收入是9490磅 然后矿卡是长这个样子的 很漂亮的卡了 所以今天给明先生专的特别公益的视频 发给伙伴们分享 关于这个矿卡 机器赚钱 机器赚钱 然后 希望大家能够对矿卡有一定的理解 当然矿机挖矿 不是一天两头的事情 这已经存在13年了 13年前就已经有矿机挖矿了 只是很多人不懂 或者不理解 不明白 就是机器赚钱了 你简单就这么认为 机器挖币赚钱 就是机器像印钱机一样 给你印钱 然后你就赚到钱了 好 那由于比特币最近又强劲了 他说 明先生说 现在又涨到27磅了 所以这 这是经常往上升的 挖力也经常往上升 如果是27磅 每天的话 现在的收益应该是在10千左右 是吧 明先生给大家算一下 现在他的收入大概是多少 明先生这个矿机 自己看一下 这个组装 长这个样子 矿机 矿机长这个样子 是 如果按照现在 每天收入 27磅来算的话 一年的收入将会是 9,855磅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明先生的矿机 长这样子 然后再看一下明先生的 矿机的矿卡情况 有了伙伴想看矿卡情况 再给你看一下每一张矿卡的 挖掘的情况 挖币 矿卡一共有八张 一张两张三张四张五张六张七张八张矿卡 八张矿卡 每一张矿卡都是3070Ti 只有一张是3070的卡 看到没有 然后矿卡的温度都很正常 每个都是40度到50度左右 然后挖力都是五十八 五十八五十九 当然有一个3070呢 只能挖到46 挖力 这个是每一张矿卡的情况 所以矿卡 就是安装完了之后 他自己会挖矿 有的伙伴要问他挖矿是怎么挖的 挖矿最简单的就是 当你当明先生把这个机器拿回家了之后呢 他只要按一下这个按钮开关 机器就启动了 那我也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再按一下就关了 然后电源插 这个网络插线 电源插线 电源线 网络线 三条线插进去 按一下就开机 开机完之后打开手机 打开手机 打开手机看一下 看一下 打开手机这里有一个 这个挖矿程序 点一下 他就能显示出那个挖矿的情况 现在又降下来升21磅 挖矿是浮动性的 就是有时候会27、8磅 有时候会21磅 我们一般靠平均 平均过来一般在24磅左右 24磅 每年收入大概在10千英镑 就是这个是明先生的挖矿项目 他的年收入将会是 大概在10千左右了 明先生的投资 大概在 一年 一年左右 会回本 有时候如果币情好了 要七八个月就能回本 这个是要看显卡的价格 因为显卡有时候七八百 有时候一千磅 如果七八百的话 七八百的话 他有八张显卡 比如说八百磅 乘以 八百乘以 他有八张卡 你就要花掉六千四的投资 就是你投 六千四百磅 一年收入大概是10千 如果 比特币波动 或者向上走 或者向下走 然后他可能就 赚了更多钱 或者他要 他要比如说 一年才回本 或者十个月 九个月才回本 反正他的投资 大概是 六千 六千四 如果他的矿卡的价格 就在九百的话 九百乘以 把他的投资就得七千二 就看他的矿卡 多少钱购买了 最贵的也就是矿 矿卡 这个卡的价格 卡的价格是弧顿的 是看市面上的 有没有货 如果市面上有货的话 有时候卡 是那个价格是不同的 当然很多地方是没有货的 就像美国是全线没有货 任何的卡都没有货 当然英国就比较好 英国还是有货的 英国到处都有货 然后大家再看一下 矿卡是长这个样子的 如果有任何不明白的 可以添加陈先生的微信 给你解释一下 什么叫挖矿赚钱 比特币 这些以太币赚钱 然后 然后明先生这个挖的是 以太币 以太币是什么呢 以太币 就叫以太币 他的 他一共有八张卡 一个矿机是五张 这是温度 然后 每张卡的温度是这些哈 然后他 有另外今天又专了一个 矿机 是三张卡 然后每个卡的挖力是这么多 然后温度是这么多 所以都是通过远程监控 手机监控这样子可以操控 如果他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通过手机来查询 然后这是全部的卡可以监控 他们的温度啊 还有运行状况 全部的这些卡 都可以在手机上可以查查询的到 然后今天就给大家解释到这里了 关于挖矿的这些东西 也是比较新的东西 很多伙伴可能不理解 其实这个机器挣钱已经存在很多了 就是你愿机器完成一定的那样的工作 然后他们给你奖励 本来工作就得互奖励给你 是不是 你打工肯定要挣钱 然后这个就是显卡在为 那个挖矿公司打工 啊 争取这个 这个虚拟货币是一样的 能打工赚钱 显卡给你 给快 挖矿公司打工 你也得给他付钱 没有付钱 人家不给你挖矿 对不对 大概是这个意思 然后再 呃 再看一下 呃 收入是多少 今天视频就 解释到这里给大家听了 哈 这是电源 这是主板 这是电源 一共有两个电源同时供电 然后这是上个显卡 主板是可以插五个插槽的这种 啊 五个插槽 是 你看 现在又降到19 所以他将会在19 在27 或者28之间波动 所以收入是波动性的 也要提醒大家 这个挖矿收入是波动性 最终要要看那个平均数来决定 就是有时候会涨到30磅 35磅 有时候可能只剩19 20磅 这个是很难 呃 稳定下来的 因为虚拟货币本来就是很不稳定的一件东西 但最终你会按 平均来算 然后我们看一下一个平均 现在拿一个平均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平均了 这个是呃 四张显卡的平均 四张显卡平均 一周的平均哈 一周的平均在15.79 就四张显卡的情况下是15.79的平均 如果正常的平均下来 然后平均呃 八张显卡的话 就是等于 四五乘以二 等于三十 三十乘以三百六十五 一般一年收入是十千 也是刚才 陈先生算出来的那个平均数 就是对上的刚才说 一年收入是十千 所以如果你投资 八张显卡 大概一年的收入将会是十千 这是根据 最近一周的平均数 看到一周的平均数哈 这是整周的波动的平均数 你看这个整个曲线都是波动的 所以最终的平均是这么多哈 这个已经已经很精确的运算出你的平均数 所以呃这个 明先生是吧 明先生他的收入将会是十千一年哈 今天就给你解释到这里了 希望呃 不明白的伙伴们 呃下期我们还会做更多的视频给大家解释哈 然后这个显卡今天就组装完成 明先生一共是八张卡 之前装了五张 今天又装了三张 他的收入将会大概是三十磅每一天 是不是三十磅每一天一年的收入将会是十千英吧 当然会随着比特币的波动而波动哈 好的再看一下显卡 今天是三大厂的显卡都有了 技嘉显卡 GIGABYLE MSI显卡 还有一个是华硕 三大厂的卡都齐了 为什么不买同种品牌的卡 卡很难买 能买到明先生已经很开心了 这个三大厂的卡都买齐了 也住呃 先先住明先生挖矿那个 豪运啊 残缘管境 OK 今天的视频就给你解释到这里了 OK了哈 拜拜了哈